OK 各位GDME的朋友大家好 然後我是就是Goodjob的發起人Wayme 對 然後首先要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其實是有一群就是 樂協的年輕人組合二層的團隊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讓就是 台灣的求職市場變得更透明 然後讓台灣人在求職的時候呢 能夠有更完整的資訊去做更好的決定 對 那什麼是工作資訊呢 就是你找工作的時候想知道的東西 譬如說 工時啊 薪資啊 工作內容 或是公司的管理同事等等的資訊 對 那在這個GDME計畫開始之前呢 我們有先架了一個網站叫 公時的信資透明報告運動 它就是讓使用者去分享自己的公時 以及信資資訊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在粉絲上面有 發佈一系列的就是勞工權益的男人保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台灣的勞工更了解 就是自己的權益有什麼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系列叫做勞動知識小教室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會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三個月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會先把時間交給我們行銷的伙伴 對 那現在就把時間交給他 喂 大家好 我是Goodjob的行銷 我叫益政 那接下來我會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過去三個月做的事情 我們過去三個月除了就是剛剛韋妮講的 我們一直持續在產出勞動知識小教室來人保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勞動部也有做 然後其他的可能跟勞工相關的團體也有做 那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做這件事 是因為我們會覺得說勞動部做的資訊 有些是沒有那麼親民的 有些是沒有那麼的容易讀懂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這件事 是我們把跟勞工最切身相關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很想知道的 而且我們之前有做過一些問卷調查 是大家很想知道的一些問題 我們把它集結起來之後 就是持續的一直在產出勞動知識小教室來人保 好 那其實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讓每一個勞工都能夠更知道 自己的權益是什麼 在哪裡 而且有哪些他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這是我們團隊一直覺得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就是台灣的勞動環境 就是勞工呢 如果不團結起來 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權益是什麼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改善 因為大家要知道也許可能就是我們的 那個就是環境是比較血和低性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沒有辦法繼續就是做一個扭轉的話 其實我們是很難再繼續往前進的 好 那其實我們過去已經產出了有食包的男人包 包含就是譬如說你一定要知道勞健保 勞退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在一定一休的時候 今年1月1號剛上路的時候 我們做了就是勞工的休假有哪四種 然後還有就是變形公司 然後加班費 責任職等等的 那我們的處級平均每一包都有一萬人次以上 那前陣子也上到了官網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我們的粉專還有官網 好 然後我們在5月初的時候 跟關鍵品網共同舉辦了一個實體的活動 那我們目的其實是 因為其實線上的品牌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用 那都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嘗試一個實體的活動 然後是可以更實際的去接觸勞動者 好 那我們5月初的時候辦了一個活動 那實際的參與人數有50幾位 那就是其實整體的活動滿意度是滿高的 那我們邀請了台灣老公正憲的張峰衣老師 從就是他的勞動法律 然後台灣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來解析開始 然後第二個我請到的是Between Girls 就是職場女性的平台的創辦人 然後來解析就是為什麼 就是他們其實想知道的是就是 雖然我們很現況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怎麼解決這麼改變 然後再來我們也有邀請到就是驗世機 來分享他的創作心跟生存心法這樣子 那其實參與者來說80%以上是女生 然後接近20%是男性 然後可以發現一件事情是 我們大部分的參與者大概90%是21到30歲的人 那其實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就是再年輕一點 然後當然也有就是20歲以下或31歲以上的人 那代表說其實他們對這個議題也非常的有興趣 好 然後再來就是工作年資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因為時間有限 這是我們獲得的回饋 實體的回饋 那其實就是大家對於這個議題是非常有興趣 而且就是他們覺得說可以獲得一些東西 就是他們雖然厭世 但是他們想要就是做一些改變跟改善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未來三個月會繼續的 就是舉辦線上的實體活動 然後就是也爭取更多合作機會 就是要 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更知道我們 然後就是可以貢獻 上來貢獻資訊 或者是就是一起為台灣腦筒環境做一些改變 OK 那我就是講一下 那剛剛事情小的部分 然後講一下就是網站開發的部分 就是在那之前就是分享薪資跟工資 然後不是當然 我們要去了解一份工作 就是不只有工資跟薪資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就是面試以及工作經驗 分享的功能的部分 等一下會有那個demo 等一下會有就是介紹 對 然後也把勞動知識小教師放到網頁上了 對 然後就是這個網站就是面試以及工作經驗 分享主要分成三大頁 也就是填寫 查看跟查詢這三頁 那填寫這個部分呢 它上面是一個表格 然後我們把就是整理出來 覺得最重要的一些基本資訊放在上面 比方說公司啊 地區是什麼支撐 相關職務工作經驗是幾年等等其他的資訊 對 然後下面的部分就是主要的文章的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填寫就是你面試的經驗是什麼 或是工作的經驗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這個加點下去之後 會可以 你可以 它會 我們會提醒你有不同的面向可以填寫這樣子 然後下面會可以放就是面試的問題 你的回答是什麼 然後這邊還有一區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可能大家在面試的時候可能有遇過說 有人問你要不要結婚啊 要不要生小孩這種比較特別的問題 可能有點違反絕對服務法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你可以把它交助出來 就讓每個人都知道原來這間公司有做過這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送出來之後呢 就你可以看到單篇的文章 就是左邊這一區就是剛剛提的基本資訊 右邊的話呢 就是主要內文的部分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這篇文章很棒的話 你就可以點個good job 就是點個好 就是它很好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它下面也可以留言 就是你可以問他問題或是跟他互動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最後是查詢頁啦 就是你可以用公司或職程去查其他人的分享 然後就是如果你其實沒有特定的目標 就用最新或任何去看其他人都在看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左邊這一區如果你只想看 比方說面試或工作經驗的話 你就可以 就直接點下去就可以把它顧慮掉單 對 然後就是接下來要講就是 我們後三個月原本的預定計畫 其實是要做一個搜尋引擎的 然後他簡單來說就是把台灣的四大人地銀行的 直確繞下來 然後跟我們自己 未來要做的就直確整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搜尋引擎 但其實那時候在提案的時候 就柯比就有提醒我們這可能會有法律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經由台大車庫那邊 諮詢萬國法律事務所這樣 就是 然後他們也會以為就是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比較容易會被其他人地銀行提告 對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要把時間到了 OK 就是決定把這部分終止 然後我們希望後面三個月可以把 就是面試以及工作經驗分享的功能做得更完整 比如說檢舉的功能 文章以及關鍵字的推薦 然後使用者去管理自己資料的頁面 或是優化填寫的流程 那這部分詳細的話會再跟GTV的 自助團隊再跟就是做詳細的說明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就是歡迎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建議或是回饋的話都可以跟我們講 然後左邊這是測試站 就是有QR Code跟網址 大家可以上去玩 但因為我們預計是七月底的時候才會上線 所以七月底上線之前 測試站上面只要都被刪掉 所以就是先不用認真給我 上線的時候認真給我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你是工程師的話 還有可以就是跳根送批啊 就是我們的前端的Github跟後端的Github這樣子 那就是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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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